北韓发射飞弹和事报次数越来越密集 一再挑衅联合国制裁也拿它没辙 金正恩成了国际上的不定时炸弹 我们将会抵抗我们的国家和民族 从所有人敢冒险我们的生活 这包括南韩国的领域 美国总统川普多次出言呛瞎 北韩没在怕 但这一次美国恐怕不是说说而已 白宫加速拟定军事行动选项 Bloody Knows攻击平壤的计划正在进行 目的是在北韩导弹试射之前 摧毁发射场炸掉军火库 逼金正恩上谈判桌 美国遏制北韩发展核武来真的 专家分析动用武力的机率高达四成 不过如此一来牵扯的不止美国跟北韩 南韩和美国同一阵线 而中国解放军恐怕也会加入战局 美国智库分析共军介入朝鲜半岛战争的三种可能 第一种是解放军直接进入平壤以南地区 并掌握宁边核设施基地 如此一来最可能与美国南韩联军发生对峙 战争可能性最高 第二种是共军放弃平壤 只掌握宁边核设施基地 这时东西战线比较短也具可行性 第三种共军越过中朝边界 和美国南韩联军取得缓冲 共军也会沿拟相关方案因应战事 目前南韩着重平昌奥运 南韩总统文在寅希望把赛事办好 至少到2018年初朝鲜半岛的局势不要再恶化 如何达成目标将会是美中韩三方的共同课题 国际中心综合报道 国际中心维合报道 完全中心维合道 中国人维合报道 网此 soldiers 若延不能 中国人非常操作 双遣